中央军委员 共同推动双方关系稳下来好起来发展健康稳定和持续的两军关系 而关键是美方要有正确的对华认知 前提是美方应该要切实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重点是要推进务事合作增进相互了解 刘正丽也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美方应切实尊重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谨言慎行 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大局 在周四美国和中国高级将领进行一年多来的首次通话 打破了中美高级军事官员之间的紧张沉默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官方网站发表声明称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上将 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正丽上将 周四上午进行了一次视频通话 这是自布朗就任主席以来的首次通话 此次通话凸显了中美双方落实拜登和习近平 在旧金山会晤上达成的协议 美国联合参谋部发言人多尔西海军上尉透露 在通话中布朗上将与刘正丽上将探讨了共同努力管理竞争 避免误判以及保持开放和直接沟通渠道的重要性 布朗强调了与中国军方进行实质性对话 以减少误解的重要性 两位军事领导人还讨论了一系列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 强调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布朗上将强调双边防务政策协调会谈 和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谈的重要性 同时强调了美国印太司令部 与解放军东部战区和南部战区司令部之间 沟通渠道的建立 这一通话是自美国国会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 窜访台湾后的重要时刻 标志着中美军事高层对话一段中断后的正式恢复 尽管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和分歧仍然存在 但这次通话被视为积极的信号 显示出双方都致力于管理双边关系 为未来合作铺平道路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 美国在未来几个星期和几个月之内 将在各个层级与中国官员举行一系列的会晤和电话沟通 根据目前的计划 双边防务政策协调会谈将于明年年初举行 美中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谈也可能在明年春天恢复 美国军方领导人几个月来一直表示 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正在与北京积极协调 以建立沟通 凤凰卫视王岐姚一伟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把镜头转到甘肃临夏州基石山县 6.2级的地震目前已经造成青海省海东市 三席人遇难三个人失联 海东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在22号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海东市的副市长王清佩就表示 海东市集聚了各类的人才物资源 要认真组织开展群众转移安置 救灾物资的钓运还有救灾的这些补助的发放等工作 重点就是要全力的保障受灾群众他们的基本生活 目前累计发放到位救灾帐篷 折叠床棉被褥棉大衣取暖设备等各类救灾物资 5.94万件套 确保受灾群众得到及时妥善安置 按照事先两级统一集中接收管理捐赠资金和物资的原则 红十字会强化对捐赠资金的管理 民政部门加强对食品日品日用品的管理 应急部门加大对应急物资的管理 确保捐赠资金和物资在安全的前提下发挥最大的效益 另外一方面王清佩提到海东市将会持续认真做好群众的安置工作 而第一时间将会各类调波分发到 到户到人要全力的保障好群众生活 同时要加快装配式的这一种活动板房的建设 为在地震中房屋受损严重的群众提供一个相对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 千方百计的要让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青海省草滩村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黄南支队21号在村内 5号救援点位寻找到了两名村民 而现场四周可以说是充满了淤泥 也带给救援工作不少的危险 不过救援人员依然是日以继夜的挖掘 希望尽快地救出受困居民 21号下午6点过 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黄南支队队员们冲向了草滩村5号救援点位 前方传来消息搜索有了新发现 多名消防救援队员带着被褥 钢梯 担架赶往一处只剩防粮的屋子 六点过 这里有一名男性被困村民被发现 在暂停挖掘的挖机大小臂下 四名消防救援队员围着其中一个立柱开始徒手挖掘 从还有天光到天色暗下来 消防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四周充满了淤泥 危险情况时刻都有可能再发生 挖掘机将颤抖扬起抵住了房梁 从上方给了队员们一些安全支撑 有救援人员手部受伤 现场简单消毒后又继续投入搜救 今年村和草滩村在这次的地震之后呢 遭受了袭击 从还有天光到天色逐渐暗下来 这场救援行动一直在持续当中 晚上大概七点半左右 一名男性的被困村民的遗体在这里被找到送往医院 那现在救援人员依然没有放弃 还在不断地尝试去寻找另外一名被困的女性的村民 那我们这组记者也会一直守候在这里 期盼能有奇迹发生 凤凰卫视疾红萤火王磊刘嘉浩 青海中川草滩村报道 那么有关青海震灾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 立刻连线给在青海草滩村现场的特派记者 疾红萤火 疾红你好 亚瑟少爷你好 好 今天我们正要你持续在现场来带给我们最新的消息 那么目前青海方面因为地震离难和失联民众情况到底是如何 救援工作又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呢 好的 目前呢 青海这边海东市官方公布的数据是整个青海的海东市 因为这次地震共造成了31人死亡 另外还有一百多人受伤 还有个数据就是有三人失联 在我身后正在进行挖掘作业就是在寻找这个草滩村剩下的最后一名失联的民众 然后这个村民他其实就是在21号晚上被发现的那名男性的被困村民的母亲 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这个救援的工作呢 主要是可以看到这个挖机上面会占有两个消防救援队员 那挖机操作员正在操作的时候 这两个人是作为安全员指挥现场的挖掘工作 而当他们一旦有了新的发现 他们会指挥挖掘机停止工作 由他们进行下一步的手工的挖掘工作 而且这个过程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步骤就是 他们会向当地的村民们去了解 平时这户人家他们的生活轨迹 以及他们的房屋的具体的位置 然后再通过现场有的搜救权进行最后的锁定 他们的可能存在的位置 然后再由挖机再进行大型的这种挖掘的工作 那么我们刚才从这个消防救援支队的队员 这里得到了最新的消息呢是 这一场这个附近的这个搜救工作已经进入到了尾身 因为从画面里面可以看到这些泥土已经被挖得差不多了 那么接下来最后一步的工作就是进行手工的挖掘工作 那么我们也会在持续在现场 继续关注现场的搜救的情况 时间交换给香港两位 好再次谢谢吉红带来的最新连线 那么你要把镜头看到的是甘肃省镇中灾区基石山县 现在是已经恢复了供水供气供暖以及通讯服务 而甘肃省委书记胡昌生在21号的深夜也探访了安置点时 他就强调下一步的救援的重点是要让灾民尽快的住进固定性的板房 现在是晚上的10点多钟 刚才看了一下气温已经是零下15度左右了 那在我身后的帐篷区里呢 人流量已经是比较少了 偶尔能看到有一些灾民拿着救援物资回到自己的帐篷里面 而大多数的灾民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帐篷里面 已经是早早地钻进了被窝 或者是围坐在暖和的炉火边聊天 度过这样的一个行业 晚上10点多 甘肃省委书记胡昌生正在安置点走访灾民帐篷 并检查现场的救援设施 胡书记您好 我们是凤凰卫视 想问一下现在这边物资已经比较充足了 那接下来下一步救援的重点会再放在哪些 今天我是来暗房 这个今天找了16个点 我把所有的重点层全部找完 对吧 今天这个地方我每天都要来 因为这地方人最多 对吧 看一看老百姓过得怎么样 好不好 那目前还有什么样的挑战吗 或者困难 天气 我们要跟他斗 对吧 让老百姓过上温暖的帐篷 能够吃上这个可口 特别是热乎乎的饭菜 胡昌生说目前各方的救援力量都在发力 整体救援工作有序进行 这个是一个临时性能安置 对吧 接下来我们要做固定性的板房 过渡性能安置 好不好 好的 真的推进了 谢谢 非常谢谢你们 截至21号 大河家镇清真大寺广场的安置点 也有100多顶帐篷 共有1600多名灾民住在这里 这也是基石山县最大的安置点 凤凰卫视 孙伟健需义宣 李德宇 甘肃大河家镇报道 而有关于甘肃地震之后 安置灾民的最新情况 我们立刻也连线给 正在甘肃流吉乡 陶家村的本台特派记者 孙伟健 伟健好 祥姨亚倩中好 伟健介绍一下 现在背后这些板房 目前安置的情形是怎么样 最快什么时候 第一批的灾民可以入住呢 好的 那我现在位置呢 是在流吉乡的陶家村 这里位于市县城 大概有20公里 那据我们刚才了解到呢 这个村一共是有 像370多户的村民 1700多人 那目前这里已经是 基石山县第一批搭建这种 我身后这种固定的 安置板房的一个地区了 那现在可以看到 我身后的这片平地呢 其实是从昨天开始 挖掘机还有压路机 刚刚平整出来的 那我身后呢 这些塔吊啊 还有这些设备 以及工作人员 正在安装最新一批的 这个板房 那据他们说呢 安装这样的一个板房 因为是整装 卡车运过来的 所以在现场呢 只需要10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完成 一间房子的这个装卸 那目前的 这里已经搭建起了 100多间的 这样的固定板房 而今天的目标是200间 那预计在接下来 两天左右呢 可以满足所有灾民的 固定板房的 这样的一个安置的需求 那刚刚我们也是了解到 第一批的灾民啊 已经是住进到了板房里面 目前他们说呢 在帐篷里面 人比较多 也比较的冷 而我们刚刚进到 这个板房里面 发现每个板房里面 有四张床 电呢也是通的 也有暖炉 所以目前他们说 这个心情是非常激动的 生活情况 也是会得到显著的一个改善 那以上就是我们现场 了解到情况 好的 谢谢伟建带给我们来自 现场的观察和报道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天一研究院的卫星影像 是展示出了甘肃七十山 6.2级地震受灾地区的 局部地貌变化 结合了卫星图片 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 防治研究院的专家 对于地震所引发的 此生灾害及成因 也进行了分析 天一研究院的卫星影像 显示的地貌变化 可以看出此次地震 为何会带来泥石流 同时了解泥沙来源于何处 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的专家 对此进行了分析 这个镇区啊 就是沿段里的形成的湖地 恰巧乡镇在这个湖地上 就最低的位置 黄土也比较多 除了一个泥石流之外 包括那个滑坡 沙土液化等等 都会把公路交通啊 书店陷入啊 都给破坏 沙土液化就这么一个 过程松散的沙土啊 它往往里面包含有水 尤其是镇区上面 已经接了一层冰 起了一个割水的作用 当那个地震的时候 沙土里面的水排不出来的时候 它就会形成一个有效的压力 这个压力 就是对上幅地层的 平套作用 就会使这个土颗粒 它的成种作用失效 最后就液化了 专家说 沙土液化在基石山发生 是因为这个地方周围都是山 唯有基石山南北有限的空间和谷平能中庄稼 所以人们就在这上面建了村落乡镇 但是因为地质容易沙土液化 所以地震的时候 房子地基就陷下去了 专家表示 这些沙实际上是河流从山上搬运过来的 有一些新进沉积比较松散 而一万多年以来 这样的沉积恰恰就是在现在这个河谷里面 这些乡镇所分布的地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 以军持续不顾国际社会停火的要求 是追缴加杀的哈马斯武装分子 总理内塔尼亚国则强调 不揭秘哈马斯基救回所有人质 不会罢售 哈马斯要么投降 要么死亡 而联合国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报告 就指出了加杀全部 220万的人口正面对食物短缺的危机 其中四分之一也就是57万多人 更是达到了哀恶的灾难程度 以下战事已经持续了超过两个半月 不过第二度停火依然遥遥无期 据保哈马斯拒绝了以色列提出的停火一周 以换取数十名以防被扣押人员的提议 并称在停火协议生效之前 不会讨论人质问题 以色列就食言 据灭哈马斯及救回所有人员 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视频讲话中并表明 以色列在歼灭哈马斯之后 将会确保加沙地带不再成为以色列的威胁 加沙也不会交由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政府领导 哈马斯卡桑旅发言人则在录影讲话中指 以军这些目标注定失败 又说以军不停火便不会有人质活着祸事 另一方面以军炸毁哈马斯的一段隧道 以军五个步兵旅急切化工程部队 正全力打击地下网络 哈马斯则发射火箭还击 以色列特拉维夫不时响起防空情报 上空留下多股火线被截击的黑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对于美国连续数日阻挠联合国安理会 通过加沙决议投票 可能会让美国的国际形象 因此受到打击甚至是受到鼓励 白宫在21号的时候现在回应了 他说化解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至关重要 而美国仍然在与伙伴国家就决议的措辞进行挫伤 美国政府已经连续数日阻挠联合国安理会 通过有关巴以停火和人道主义援助加沙的决议 这令拜登政府的国际形象遭到了质疑 科比表示 在过去一年 拜登政府最重大的一项外交成就 就是团结全球各地的盟友和伙伴国家 他否认不断阻挠联合国安理会 就加沙危机的投票 与这项外交成就背道而驰 从18号到20号 关于加沙的决议已经三次被美国推迟 美国方面试图改变决议文本中 有关以色列和哈马斯停止敌对行动的措辞 但分析指出 美国阻挠协议的关键证解 在于如何对进入加沙的援助卡车进行检验 以确保其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凤凤华卫视 王英如 王天逸 华深圳报道 红海危机导致多家航运公司被迫改道 而国际运费也是因此大幅飙升 截至美国的时间 周四为止已经是有158艘的货轮改道不经红海 而涉及运载超过210万个货柜 总值来到1050亿美元 财经频道CNBC的一个报道 从上海到英国的40尺的这个集装箱 运费由上周的大约2400美元 一路飙升到现在1万美元 而中东货车的运费 现在也升超过了一倍 美国国防部在21号就表示 有多达20个国家 响应了防长奥斯汀发起的繁荣卫视行动 用以保护鸿海船只 俄罗斯在21号则警告西方国家 不得动用俄罗斯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 否则将会以牙还牙 俄罗斯媒体在同一天则表示 有消息指乌克兰武装部队 2024年战略最终确定 即向战略防御过度 并把反攻克里米亚 作为是主要阶段性任务 继续来看本台记者 发自FDF卡的现场观察 星期四 从顿尼茨克前线方向传来的消息称 俄罗斯武装部队正从马林卡 向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重要后勤中心 库拉霍卧进发 基辅也正在紧急向这个地区调动自己的预备队 并为地区的防御做好全面的准备 其次在扎波罗热防下 乌军的进攻已经停滞 俄军在拉伯蒂诺基础县 几个防区发起了反攻 阿弗迪伊夫卡 目前战役的发展正向中心点进行一个展开 南役呢 俄军也是加强对城区的这种向战的准备 当然相当的困难 推进也是相当的缓慢 那么北印呢在交化场的战斗正在发展之中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敦巴斯各县的军事的态势 先机四 在阿弗迪伊夫卡方向 俄罗斯武装部队继续对阿城南部和北部发起攻击 在巴赫默特方向 俄罗斯军队几乎已经接近伊万诺夫斯基区 这也是巴赫默特通向恰索服雅尔乌军的重要的节点之一 在赫尔松方向 星期四 柯林基的战斗仍然在持续 村庄的兵力已经由乌克兰武装部队陆战地 三四五三四六三四七三四八旅的联合编队 约五百余人 缩减到目前一百一四人左右 当下乌军在顿尼茨克周边的 将无路可寻 富豪卫视卢宇光 尼茨克周边的重要材料之一 来获取不物质 而现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对这个新的清水核反应堆的观测也证实 朝鲜可能已经是获取了不物质生产的新来源 全国港澳研究会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22号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出席并致词 夏宝龙对全国港澳研究会成立十年来 为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做出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 就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听取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授职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如何以实际行动权势爱国爱港奋力谱写一国两制实践新篇章进行深入阐述 夏宝龙也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 也再次的宣示了中央长期坚持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定立场 包含着对香港对香港同胞的深情关怀 极大增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同胞推进香港游至极星 共创香港各自家美好未来的信心和决心 香港第七届区议会选举顺利举行 标志着香港新选举制度全面付诸实施 现在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已经有了坚实制度保障 要把爱国爱港的满腔热情转化为实际行动 把爱国者治港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夏宝龙同学指出爱国爱港历来是香港同胞的光荣传统 也是一国两制实践行稳支援的重要基础 那么在香港由乱到治走向游至极星的新阶段 爱国爱港一定会展现出新气象新风貌 特区政府以及管制团队应该以维护香港繁荣稳定 切实改善民生的实际行动展现爱国爱港新气象 立法会议员应与特别行政区政府良性互动 不断提高参政议政水平 为香港良政善治更好发挥作用 司法机关一定会以严格公正司法之行动 以无据无偏无私无期之精神 把香港法治这块金字招牌发扬光大 政团社团应以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 依法施政凝聚各方力量共建香港的实际行动 展现爱国爱港新气象 而区议会的方面应该是以扎根基层服务社区的实际行动 要展现爱国爱港的新气象 而香港工商界应该是以促进香港高质量发展 践行社会责任的实际行动展现爱国爱港新气象 而每一位居民应该以为香港发出发展出这一份力 发一份光的实际行动来展现爱国爱港新气象 广大青年应以投身建设香港 注目打拼书写精彩人生的实际行动 展现爱国爱港新气象 全国港澳研究会在北京举行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发表重要讲话 香港特区政府在政府部门总部设立设香港分会场 市直播研讨会新一届区议会主席及全体后任区议员 应邀出席并且观看直播 香港中共司司长陈国基在会后也引述夏宝龙的讲话 指出区议员在前线接触和服务市民 理解中央的想法十分重要 而现在有后任的区议员就表示 也会落实讲话的精神 要体现出爱国爱港力量的新气象和新风范 因为大家知道区议员都是我们最前线去接触市民的 他一定要理解中央对香港有什么看法 对于区议员将来的服务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今次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大家坐在一起听一听这些重要的讲话 我觉得他的讲话里面 就很重新了爱国爱港这个精神的重要性 他重新第一就说中央对香港实施一国两制 这个方针是坚决不移的 是不会改变的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香港居民和我们爱国的投资者 也应该要很放心 夏宝龙主任其实讲话是很全面的 但是他最中心的思想都是希望 我们香港国家的人士可以展现出 爱国爱港力量的新面貌和新气象 尤其我们作为核心的区议员 就很认真去听他对于区议员的期望 他最大的期望都是希望一众的区议员 不要辜负市民的支持 在地区工作当中要落实好一些 很细节的民生关注的事项 透过紮实的工作去体现出我们 爱国爱港力量的一个新气象和新风范 我们要看到的是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总体发展规划 和恒情越澳深度合作区 总体发展规划 21号正式的公布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 将会带领社会各界要抓紧 前海和恒情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得天独厚优势 共同推动越港澳达湾区高质量发展 李家超他也提到了开发建设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是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 提升越港澳合作水平 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措 而香港特区政府非常重视 与前海合作 并且和广东省政府 深圳市政府 前海管理局一直保持紧密的联系 同时也加大力度支持香港不同界别的 专业人才和企业 要积极的参与前海的发展 而另外一方面 恒情总规的一个推出 将会大力的促进澳门经济 适度多元的新产业 也是中央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重大部署 李家超也强调 香港和澳门作为国家的两个特别行政区 一直坚守一国之本 善用两制之力 优势互补 共同担当大湾区的中心城市 和区域发展核心引擎 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公布 179名区议会委任议员名单 当中出生于2000年的庄雅庭 或委任进入西贡区区议会 成为了年龄最小的委任议员 这位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新议员 是如何走上从政之路 而00后进入议会 又将会带来哪些改变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她的故事 香港新一届区议员将于明年1月1号期上任 新一届区议会新增委任议席 23岁的庄雅庭 获为认为西贡区区议员 成为年龄最小的委任议员 这位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香港00后区议员 对服务社区充满热忱 求学期间 中亚庭就开始做义工积累收回经验 在第五波疫情期间 她一度休学回港抗议 不仅商门为市民派发抗议物资 更深入疫情重灾区护劳院 为长者送去温暖 在地区工作中 00后区议员有哪些优势 朱雅庭认为 她能将更多新思维新方法 带入区议会 比如通过社交媒体 拉近与青年人的距离 了解他们生活中的需求 进一步为加强地区提供服务的能力 而在内地求学期间 朱雅庭对内地脱贫攻坚的印象深刻 这也促使她思考 如何解决香港的贫穷问题 汤房问题等 朱雅庭说 除了做好地区工作 她想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富豪卫视 王叔 香港报道 欢迎回来 午间财经来带您关注到的是 亚太区股市在今天普遍向好 日本和台湾股市都上升大约0.2% 韩国股市更上升接近0.4% 内定呼声两市走出了先低后高的行情 图表看到的是 户籍中午市占爆2933点 上升了14点 而升幅0.5% 半日成交来到1842亿元人民币 而深层指中午市爆在9322点 上升了65点 升幅0.7% 而半日成交2394亿元人民币 向股市方面 恒升指数高开121点之后 最多上升了236点 但是临近五盘反复偏软 国家新闻出版署就网络游戏规管 进行了意见征询 这也拖累了腾讯的股价大跌超过7% 单是一支股份 已经让恒指蒸发97点 王毅更大跌超过了12% 也成为最弱势的蓝筹股 恒指中午市战报16548点 下跌了72点 跌幅0.43% 而半日成交来到476亿港元 中国对外开放的立场坚定 反复强调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绝对不会关上 202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就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小船上的杂货铺在渔港中穿梭 渔民们忙着修补渔望 如今的海南岛不仅要发展传统的旅游农渔产业 企业发展也迎来新的机遇 这家粮油企业是听到海南建设自卑港的消息后 2020年在海南淡州杨浦经济开发区投资建厂 不仅生产设备从海外进口免关税 原材料从海外进口在海南生产 加工增至30% 产品卖到中国市场 也可以享受免进口关税政策 把运营中心设在这边 这个说服率更低 更自由 更便利 未来我们的产品出海 我相信自卑港它系列政策 能够为企业的发展来复能 海南自卑港明确到2025年 进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封关运作 一线放开就是境外货物 可以自由进驻海南道 但是也并不是毫不设防 这就给海关提出更高要求 海口海关与下属的海关 正在不断提高应对能力 二线管住是确保 从海南自卑港到中国境内其他区域 要进行海关管控 旅客到达之后 可以通过手机APP之类的 这个便捷的通关 提前做一些申报 到了这个通关卡口中 第一时间 尽于放行能够实现五感通关 海口海关表示 在2025年封关运作之前 有一百多项任务需要完成 现在正在稳步推进 自卑港必须高水平开放 如果没有高水平开放 你这个自卑港你是建不成的 2013年中国内地 在上海建立了首个自卑实验区 在过去的十年间 先后分六批次 建了21个自卑实验区 涉及到内地的51个城市和海南全岛 从自卑区到自卑港 中国大力要推动的是制度型的开放 要将实验田变成高产田 制度型开放最早是在2018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时候提出来的 它主要的核心就是要在稳步推进 原有的以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基础上 大力推进 以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制度型的开放 是形式对我们的要求 任务对我们的要求 为建国说 之前的开放更多是被形式所迫 被动接受国际规则 制度型开放是中国主动提出来 要与国际规则对标接轨 过去的开放主要是追求要素的自由流动 涉及的是经济贸易领域 而制度型开放范围更广 包括医疗金融等等方方面面 要提高的是整体效率 日前国务院批复支持北京深化服务业 扩大开放的工作方案 印发了上海自贸区对接国际高标准 经贸规则总体方案等文件 专家都认为中国是在加快 稳步的推进制度型开放 凤凰卫视 霍卫委委 刘家昊 海南北京综合报道 而看到这个消息是中国商务部 在21号发出了公告说 商务部以及科技部修订 中国禁止出口限制 出口技术目录 那么新增了一项禁止类技术条目 也就是用于人的细胞克隆 和基因编辑技术禁止出口 同时也明确了稀土提炼 和加工技术禁止出口 这是我们收到一个消息 接下来把镜头转到台湾 台湾的部分呢 国民党大选候选人侯友宜 为了要抢攻妇女的选票 21号的晚间出席了双北妇女后援会 而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部分区立委候选人柯志恩等 以超过3000位的这女性的选民 都到场来力挺 侯友宜也当场预告 她平常不愿露面的妻子 会在适当的时机加入辅选行列 国民党大选候选人侯友宜 21号晚间出席双北妇女后援会 现场低温又下雨 但仍有超过3000名女性选民 到场立挺 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也前来助假 民调显示有三成四的女性选民 支持民进党的赖肖沛 二成九支持侯兆沛 侯友宜为了扩大女性票源 首度松口 她一向低调的妻子 也会在适当时间加入辅选行列 妇女力量的伟大 甚至我没有告诉她一句话 她说她想不想抛头领落脸 现在为了我要选总统 随时放屁 只要我征召她她就越来越出来 赞啊 加油 面对最后一礼路 要靠所有的妇女姐妹们 靠我们所有的妈妈们 最后在菜市场也好 在运动店也好 在所有的处理开店也好 在本店也好 我们这些所在 可以好有你的股票 蓝绿选情 五五波陷入胶着 国民党把握最后冲刺时间 卖力催票 地球突破 凤凰卫视彭世廷 柯志强台北报道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力 致因涉嫌违反香港国家安全法的 相关案件仍持续审讯 针对于串谋发布 山洞刊物罪 监控时效的争议 法庭在今天 22号是做出了裁定 22号上午较早时 黎志英由球车押送至 香港西九龙法院 法院门外则不时的 有警员巡逻 在上午11点 黎志英身穿着 身色的上衣 入庭听审 而公众席则有数十人旁听 控辩双方曾经就串谋发布 山洞刊物罪的 监控期限 掀起了争议 而辩方质疑 相关的指控丧失时效 至于控方则立证 仍在时效之内 开庭期间 法官裁定 控方提起相关控罪时 并未超过时效 批准继续的控告 黎志英 法官早于 18号听取控辩双方 陈词 20号开庭做出裁定 并且颁发判词 由于假期将至 案件被押后制 明年的1月2号学生 这下关注一下是阿根廷的总统米莱 在20号宣布了一项包含300多项措施的紧急法令 要解除经济管制 现在引发社会的强烈反应 在各个主要的城市中产民众群起抗议 不过法令还是需要国会的批准 才能生效 法令主要包括撤销一批经济管制规定 废除多项法律 以解除国有企业私有化 放开美元交易和进出口障碍 取消消费价格限制 修改租房等民法典 以及改变一些行业规则 以鼓励竞争 米莱称 法令的主要目标是国家重组 回归自由 以及消除许多阻碍经济发展的障碍 他说的计划 如果不可以的话 我会使用计划 但是这有一个障碍 甚至计划 应该计划的计划 成为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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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计划的计划 所以 这个政策的计划 非常重要 米莱消减公共开支等政策 也遭到社会阻碍 二十日下午 一百多个座椅和社会运动团体 组织上万人聚集在总统府前 抗议政府减少社会补助 在宣布紧急法令后 全国多个城市的市民 深夜涌上街头 敲锅抗议 当地媒体评论称 米莱正式启动了 对国家体制的颠覆性重构 但这一紧急法令 可能会被国会和司法否决 左翼政党和右翼部分党派 指责米莱难用权力和违宪 有法学家将先政府的策略 描述为侵犯国会权威 是对三权分立的践踏 也是试图进行行政极权的尝试 方黄卫视梁道柳君 斯里兰卡外长萨布里 在接受奉卫视专访时表示 高兴看到中国崛起成为了 多极世界的重要力量之一 他说斯里兰卡作为独立主权国家 不会选边站 希望大国之间保持对话 为小国发展留下空间 七成人口信奉佛教的国家 斯里兰卡主办了今年的 南海佛教援助会 这个由中国佛教协会发起的会议 借世界佛教重镇人斯里兰卡之力 希望共同为实现 南海域类各国的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而努力 中斯的传统友谊远远流长 今年的合作不仅在佛教界 经贸和文化等领域的交友 也日益增强 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岛国 和印度隔海相望 传统上印度世家的影响最大 拉布里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 斯里兰卡作为独立主权国家 不会选边站队 也不想陷入任何的决力争端 斯里兰卡位于印度洋中心 位于连接着中东和东亚 最繁忙的航线上 港口建设成为 信外资级大国的博弈厂 外媒报道 美国将向印度主导的 斯里兰卡深水集装箱码头 提供5.53亿美元的贷款 这被视为美国对抗中国 在印度洋日益增长的影响应激举 拉布里表示希望大国 透过协商交出分歧 允许斯里兰卡这样的小国 有发展繁荣的空间 在美国洛杉矶日前 举办了一场纪念中美乒乓外交 52周年的活动 曾经参与乒乓外交的 美国运动员对我们的记者说 他积极地参与相关的活动的初衷 是要将这纪念乒乓外交的 传统传承下去 也希望两国可以明白 即使中美之间存在分歧 还是可以通过文化交流 发展友谊 而不是制造对立 来自美国乒乓球协会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 和南加州华人社区 共同追忆的中美建交 史上最重要的时刻 曾参与乒乓乓外交的 美国运动员 已进入冒叠今年的斯威利斯 依旧积极出席社会 他表示以乒乓外交 为代表的人文交流 对中美关系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都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可以继续继续持续刷 我享受这个 前面做成为 推荐 两国的友谊 至少时我们还是有 不同的 在美国能碰到这样跟乒乓球跟中国有关联的活动 这样是非常稀有的也很稀少的 我们可以通过乒乓球来交流文化 然后来传达一个新生代到老年之间的一个建交 我觉得这样的感觉是很不错 局势主目的乒乓外交已经正式进入了第52周年 无论国际局势如何发展 共同推进中美战的友好是两国人民共同的期待 以上是防卫视杨本军李建青来自洛杉矶的参谎报道